人家的國民黨要選總統 第一次是 阿波是五點才出門 當時是五點就太空了 我這次是 雷伯去早上 還出來拚工程 這樣有認真 出席活動台上致詞 不忘算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 但他更有意見的是韓國瑜 拋出要補助大學生 免費出國留學一年 還說要動用前瞻建設的500億預算 強調教育部早就已經有相關留學補助 但不可能是全額 也不是人人有獎 即便韓國瑜事後改口 說沒有要全部補助 但蘇貞昌依舊批評 韓國瑜在亂開支票 第二天連他的國政團 都要出來散後變成散後團 做總統的候選人 實在不該如此的不負責任 蘇貞昌可憐起韓國瑜的國政顧問團 不過陳同佳案 連日用魔鬼來形容前總統馬英九 也引來藍營不滿 認為蘇貞昌不示人隔魁 要發動倒閣 看來選舉倒數兩個多月被稱為鬥雞內閣的蘇貞昌 對藍營炮火似乎沒有收斂跡象 反而越來越猛烈 黃宇新聞 宋俊毅 黃韻誠 新北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